抓住台股趋势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第先让 变成立财Superman 节目的一开始一样 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 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 要来跟大家谈什么 当然是要来谈一下 关于昨天Pelosi 降落在松山机场以后 对于台股后续的发展 要怎么来观察 但是我们看到了 昨天这个班机降落以后 中国他们当然是要有一些 反应有一些作为 所以他们就说了 接下来未来几天 要在台海周围去做军事演训 那这个军事演训会不会成为风险呢 我们今天节目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 另外台股还有什么样的隐忧 我们都会在节目上面 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首先先看一下 昨天这个网站的流量 被我们台湾人挤爆了 那当然也不只是我们的台湾人在看 这个班飞机 那其实全球有非常多的媒体也都在关注 那这一台SPR-19 你会看到它从马来西亚这样子一路往北飞 到底是要飞到关岛呢 还是要降落台北 到最后一刻我们才看到了它那个目的地 从原本的NA也就是未知 不确定变成了TSA 然后后来就降落在松山机场 那算是昨天一个晚上蛮热闹的一个活动 那飞机降落以后我们就看到了台股瞬间喷出 在当时美股也是瞬间喷出 那么到底是不是因为 Pelosi成功降落所以导致市场喷出呢 这件事情我们不得而知啦 也没有人能百分之百肯定 但是在这一个大家觉得 好像情绪非常热络的情况之下 台股夜盘往上涨以后开始往下跌 最后夜盘是收跌的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市场的情绪会一直变来变去 那不要觉得好像有一件利多的事情发生以后 它就会一直喷 或者有一件利空的事情发生以后 它就会一直跌 没有这样的样子的 当今天市场狂欢玩 嗨完以后会不会跌回来 有可能啊 当市场悲观的时候一路往下杀 我们有没有看到那种睡一觉起来 以后每股V转上去的 也都有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正常的波动 来看待就好了 然后回归到今天的日盘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台股日盘 一样一开始先开低 后来往上走一段 再急速杀低 后来它就是呈现一个三角收敛的形态 然后在这边震荡 那其实今天台股 你说做多的没什么激情 做空的也没什么激情 可是在整个指数 没什么大变动的情况之下 个股却有非常多的玄机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谈 那么在昨天 Pelosi降落台北以后 你会发现是说 很快的新闻就出来了 中共一定要做一些作为啦 那他们在这边就是提出了要军演 军演的范围的也画出来了 可是你仔细看 他们画出来的这个军演范围 有一点点尴尬 为什么 我们直觉上面 它好像跟我们的领海 好像有重叠到了 然后它也跨越了台湾海峡中线 跨越台湾海峡中线这件事情 从以前到现在已经经历过非常多次了 可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红色圈圈的部分 我们把它的军演公布的这个范围 跟我们台湾的领海范围 稍微去做了一下跌图 跌完以后我们会发现 真的有重叠 真的有重叠 这件事情到底在军演的时候 会不会成为两边插枪走火的一个地方 那我认为大家就是要去观察一下 那如果真的插枪走火的话 相信我这个对台股来讲 绝对不会是一件好事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 是其实我不太喜欢跟大家谈论政治 那但是在政治分析上面 确实也是金融市场的分析的一环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为什么中国会在这边气得跳脚 那当然在我们整个世界现在来看 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在做博弈嘛 那今天大家要思考一下 中国会想要在这个时间点上面跟美国开战吗 或者是想要跟美国起冲突吗 那美国又会想要在这个时间点跟中国开战 跟中国起冲突吗 我相信至少就一个理性的人来讲的话 这两个答案应该都是no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两边都不甘示弱 都在玩chicken game 那到底谁要先示弱了 我相信不会有人想要示弱 可是美国跟中国双方都是走在一个克制的状态 也就是希望可以 在不失自己的面子的情况之下 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那其实美国在之前已经做了非常非常的多 我好像是拜登出来自己讲说 军方不希望Pelosi在这个时间点拜访台湾 那另外啊 他们白宫的发言人也出来讲说 这个是Pelosi自己的安排的行程 并不代表美国国家的立场 所以其实已经给中国一个台阶下了 那中国他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先硬起来嘛 不可能不硬 可是啊 他到底要硬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会不会插枪走火 我认为几率不大 我认为几率不大 因为双方目前都是在有限的克制的情况之下 就不太容易插枪走火 但是该做的事情 该演的戏还是得做完 所以啊 这件事情虽然说确实是一个风险 可是大家并不需要把它看得太严重 好 那我们回归到台股 也就是金融市场里面来讲 在7月26号的时候 我说过了多方时间即将结束 那当时啊 很多的投资朋友说 林准会升级完利空出境 美国GDPQ2衰退 没有跌利空出境 PCE物价指数高于预期 没有跌利空出境 大家都在讲利空出境的时候 没有风险意识的时候 风险这个时候就会回头来修理你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昨天台股啊 大跌 虽然这个大跌你说能事前预知吗 这种系统性风险是没有办法预知的 可是你可以知道是说台股在现在这个位阶上面 我们还是要多一点风险意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台股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们把时间点拉长一点来看 你会发现其实台股最热络的行情就是从前年底一直到去年的五六月六七月这一段 后来台股一直一路攻上万八 但是量能却在逐渐缩小 而在台股在一开始往上攻击的时候 也就是航运股最热络的那段时间 台股的成交量动不动就是五千亿 甚至六千亿 那你说五六千亿这样子在当时经历过了两三个月的常态 所有的成交量都堆积在那边 可是大家看一下 现在台股来到了万五的这个关卡 万五这个关卡 很明显的你可以观察出来 它就是一条颈线 在这个颈线上面台股要攻上去 现在成交量值得多少 两千多一点点 有时候甚至成交量低于两千亿 这样子的成交量 你觉得能够克服掉前面五六千亿的成交量吗 我们做了量先价行 那既然这个地方成交量没有起来 又到了一个颈线的位置附近 难道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有一点风险意识吗 所以量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重点 在现在量能没有起来的情况之下 大家一定都要保持一点风险意识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 虽然看起来指数只是小跌了 一点点 16点 20几点 30几点 这个跌点真的不是很大 可是你去观察一下我们所谓的腾落指标 或者是说涨跌的结构 你会发现今天上涨加速居然只有300多加 下跌加速居然将近700加 在早上开盘的时候 这个下跌加速真的是超过700加 代表什么 还没有跌什么东西哦 指数没有跌很多 可是下跌加速居然超过七成 这是一个多方时间应该要有的表现吗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不是 代表在这个地方 个股的涨跌结构 稍微出现了一点问题 在指数小跌的行动之下 为什么有相对多的股票正在下跌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去注意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新台币 大家有没有在关注 其实我在年代电视台或者是我在其他地方 在做总体经济分析的时候 都会跟大家提到关于美元指数 那美元指数在最近 并没有在持续往上做挑战 创新高 之前美元指数来到了107108附近的时候 就在这边震荡 那最近啊 有慢慢稍微走弱一点点 也就是没有在创新高 可是你会发现的是新台币 居然在这边持续贬值 甚至扁破了30大关 代表什么意思 有资金在外流 一定有资金在外流 台币才会贬值 也不可能没有资金外流的情况之下 台币贬值 所以说我们现在观察到了资金有外流的情况 涨跌的结构又不是太好 而且现在台股又没有什么量能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真的要有一点风险意识 所以我们的交易策略在目前这边 就是会先做一点指数上面的空单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做了 那接下来会有台股第二季的财报慢慢公开 那公布的这个第二季的财报 一定有一些公司会表现出的比较弱势 甚至营收开始出现衰退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往一些个股 挑一些弱势的个股 挑一些产业正在衰退 而营收还没有反应的个股去做空 然后呢我们希望可以先修 先躲过这一波的修正 那等修正完以后 接下来就是近代库存循环落底 库存循环落底以后 我们再去思考接下来的交易策略 要怎么做调整 这些观点跟看法 我都会持续分享在我们的LINE跟Telegram上面 所以如果投资朋友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进来我们的群組看看 或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想要知道什么 下期收看今天的财经第一线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你想赐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 就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